大家好,我是顾允琼博士 冬奥会成功结束,而明星中的明星就是谷爱玲了 18岁的她马上要去斯坦福读书 而两金一银的表现和上亿的代言费让很多家长羡慕不已 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上这条轻松的成功路 我今天就给大家算一下成功到底需要投入多少 谷爱玲的妈妈谷燕也是投行成功人士 从小让谷爱玲在美国湾区私立学校读书 一年学费至少5万元,各种兴趣班 弹钢琴,越野跑,骑马,攀岩,足球,篮球,写作,射箭 一周一次每年2万美元 滑雪上一个专业教练一个小时200美元 场地费一次500美元 4岁开始学滑雪,8岁开始比赛 10年内,投入已经超过了500万美元 而且不光金钱上 谷爱玲妈妈的眼界和事业 非一般人能比 家长要求孩子怎样怎样之前 不如先要求自己 培养开阔的事业和格局 这一切都是为真正的成功打好地基 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是 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陪伴 培养谷爱玲需要投入多少 您给我一个数 全去做 然后用百分之百的时间去滑雪 这样我能滑到最好的成绩 也能学校得到最好的成绩 谢谢大家